排骨炖藕吧 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要食材有 龙骨 磅骨和藕 因为第三节和第四节的藕纤维素比较高 容易出现拉丝的效果 所以更适合做这种炖菜 第一步 锅中水烧开 下入龙骨和磅骨焯烫 加入料酒去腥 在做汤之前先将排骨焯烫一下 可以让做出的汤汁更加清澈 第二步 当排骨变色后捞出 放入装有凉水的砂锅中 加入葱段 姜片和八角 盖上锅盖 炖煮30分钟 30分钟后将切成块的莲藕放入锅中 需要提醒您的是 锅中的汤汁要没过所有食材 如果中途加水则会影响汤汁的味道 因此一开始砂锅中就要加入足量的水 再次加盖 炖煮一小时后 加入盐调味 这道排骨炖藕就制作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炖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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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煮